外宣布 16年 过了这么长时间 500 500生涯要打几场比赛啊 我国语球球后 戴姿营日前成功累积 生涯第500场胜利 28号更在法国赛当中 顺利取得冠军战门票 现在有绿威点名 推荐戴姿营进入民进党部分区 进政坛为体育发声 但基层反应就烈 他在体育方面来讲是比较出色嘛 从政的话可以 在体育方面有些贡献 这个建议还是非常不错 一个多元的角色 除了小袋之外 还包括体坛好手卢彦勋 也被点名 专业棒球主审刘伯军 也独加上三立新闻证实 确实有收到争取 尽管刘伯军婉拒邀请 但消息一出 还是引发热烈讨论 但不止专业组 政治组名单 同样备受关注 有史以来我警戒有最佳获勋 蝉联九届立委资深又首撵意识 内部认为续任没有一役 而立法院龙头刘希坤 传出赖新德希望他继续领导国会 各派系举荐人选 也是点兵点正 传出新潮流 由党团干事长刘世芳转任 而阴系部分 党团书记长庄瑞雄 也被点名可能入列不分区 而勇言系统 民进党立委林楚英 和前新竹市议员李延慧 都被点名入列 这一次的不分区的提名 就是跨世代 跨领域 以及跨党派的三个原则 来进行各界举裁的讨论 传出党内预估 十到十二席是安全名单 是否能够海纳百川 或是能有骑兵出现 民进党预计在十一月初 拍板不分区 就希望让人耳目一新 争取更多支持 三天学院黄玉芳 越管周熟